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刀狼曾经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名歌唱家 十几年前他火遍了全中国 可是近几年全满满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有网友看到他参加朋友的婚礼 演唱了一首西海情歌 想到年他凭借着这首歌 成功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而且当年演唱会台上唱的一首 手心的温柔 更是让现场五万人齐唱 人山人海山呼海啸啊 值得网友称他为词曲唱全能音乐人 但是就是被那些人耽误了 那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刀狼在娱乐圈受尽了他人的排挤 那些人都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FHA 专队娱乐圈中的各种嘎嘎 原来这些人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汪峰 纳一以及杨坤等人 那么他们到底对刀狼做了些什么呢 网传十几年前汪峰就很嫌弃刀狼 提到他就置之不理 在刀狼走红的时候 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甚至还一起抵制刀狼 遭到了以汪峰 纳一 杨坤为首的围攻 那么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听我来给你仔细巴巴巴 当年刀狼可是被汪峰欺负得很惨啊 虽然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汪峰还没有狠火 但是他已经学会看不起人了 只要跟他提起刀狼来 他是没有一点的好脸色呀 这就说回了2004年 那年刀狼在没有经过任何的宣传情况下 刀狼发布了自己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选 这首歌竟然出乎意料的火了起来 受到了好多歌迷们的喜爱 而汪峰他们就坐不住了 于是就指责刀狼称 这首歌之所以能火起来 是中国流行音乐悲哀的表现 还说刀狼的这首歌之所以火 是因为刀狼是个农民 这首歌就是唱给农民的 而中国的农民多 所以听这首歌的人就多了 他这种意思就是在丝毫不客气地讽刺 刀狼是农民 看不起农民他还表示 如果这就以为刀狼的音乐好的话 那就打错特错了 这种令人痛恳的言论可以看得出来 汪峰有多么讨厌刀狼了 然而好多粉丝就不干了 声称如果没有叙日阳刚甚至都不知道 汪峰是谁 其实刀狼比那个几个要强千几百倍呀 尤其是让杨坤不要说三道四了 刀狼是华夏的骄傲 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试问还有谁的歌能传遍全民 广大歌迷朋友们都支持代表农民的刀狼 还有更有意思的是 当年汪峰发表了一首《陈天礼》 也是深受到了农民的喜爱 也有两个农民朋友翻唱 这一翻唱让这首歌彻底火了起来 但是汪峰却去找了这两位农民的麻烦 你说能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们触碰了汪峰的利益 看看多么狡猾的一个人呐 而今年汪峰参加了节目《王牌对王牌》 其中有一个游戏 就是听到歌曲想拿说出歌名 轮到汪峰时他都非常的积极 有一次他想拿之后发现是刀狼的歌曲 他就立即沉默了 看到刀狼的照片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仅没有说歌手也没有说歌名 可能谁都想不到 已经时隔十多年了 汪峰还是不认同刀狼 对于刀狼歌曲的风格还是耻之以鼻 而纳英也曾语言攻击过刀狼 但是这些视频资料已经不在了 而纳英也曾经阻止刀狼进入内地时代 影响力歌手的榜单 向媒体说原因是竟然说出了 刀狼不符合审美观点 陈讽刺 不就是因为刀狼触碰了他们的利益了吗 杨归也曾看不起刀狼 没资本没流量就是不给你玩 娱乐圈的水就是这么深 还有当时汪峰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刀狼之所以火是因为大家听惯了太多情绪的音乐 而刀狼采取农村包吻城市的销售方法 从数量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媒体和听众都觉得那是不错的东西 这就不对了 你们就慢慢自己揣摩吧 大家喜欢刀狼吗 你认为刀狼还能再火起来吗 评论器告诉我 哦对了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别忘记关注我 我可是能为你送上最最最最新挂料的哦